登家楼22岁女子疑似遭亲人虐待致死 去世时体重只剩下18公斤 而且全身多处有伤痕 刚马晚警区主任莫哈默赛伊指出 警方决定在延长扣留 4名涉案家属7天 直到5月15号 并在扣留期戒满后将他们提控上庭 警方也不排除死者可能患有学习障碍 目前正在调查这个可能性 受害者是一名华屋混血儿 他在父母离异后 随同父亲继母和两名弟妹 住在一起 但是却在上个月26号突然死亡 虽然父亲辩称女儿是发烧致死 但是法医发现死者身上 有大量被人类咬伤的伤口 丝处和肛门也有伤痕 眼睛也异常浮肿 警方暂时还在等待医院的解剖报告 以确定死者生前是否遭遇性侵害